演戲也好,創作也好 一定要先行觀眾一步 先行時代一步 但是千萬不要太大步 站起來 早安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君豪老師 請坐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Good Morning Class的第三季 今季我們是以最感激的人為主題 繼續會邀請不同的嘉賓老師來和我們分享 而今季也新增了頒獎這個角色 包括我阿米 才和大家繼續探索更多的創作故事 沒錯 還有我是另一位班長Eri 大家好 今集我們會有一個重量級的嘉賓 他不單是金馬獎的影帝 還有舞台劇的劇帝 大家掌聲歡迎 我們今天的謝君豪老師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其實我們一直對君豪老師的印象 無論在電影也好 專方也好 離不開的兩個字 低調 所以我們這部分 第一個環節就是用快問快答的方式 去了解一些你在幕前以後面的一些興趣 所以事不宜遲 我先問 好 我想問你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喜歡在哪裏工作的節奏 香港 為甚麼 為甚麼 香港 你做完可以回家睡覺 外地做完事 因為太遠了 所以不能回家睡覺 要睡到酒店 好 那是演員問題 最高難度的角色 究竟是多對白還是零對白 零對白 因為多對白有很多空間 給你表現 你不停說話 有很多空間可以給你發揮 但沒有對白呢 糟了 你做甚麼 沒有對白就要聽 其實聽是最難的一部分 你說話也沒那麼難 如果你聽得好 是好考功夫 好了 下一題是 你會喜歡拍攝人 還是被人拍攝呢 我啊 我兩樣都喜歡 二選一 這樣嗎 我喜歡拍攝人 為甚麼喜歡拍攝人 因為我經常被人拍攝 哈哈哈哈 不是 經常兩個光位不同的 你被人拍攝 你經常站在中間 懶惰地站在那裡 你看看我 但是你拍攝人 你可以把自己放下來 你不要自我為中心 你觀察人 對方才是重要的 你只不過是在相機後面的人 是怎樣把對方的優點 特色拍出來 那你注意力便不會 經常都放在自己身上 那你便可以平衡回自己 對嗎 好 如果你有穿越的能力 你會想去到未來 還是去回唐朝 是的 這裡要補充一點 為甚麼是回唐朝 因為事關於某一個電台的節目裡面 你就說過你很喜歡去看唐朝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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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的 是的 我很好奇 所以如果真的有穿越的能力 你會寧願去未來 還是真的去回唐朝 你未來甚麼時候 你未來未到很後的時候 可能地球已經不知怎樣了 你不為 都是唐朝 唐朝 因為我知道地方存在 因為知道是甚麼 未來你不知道是甚麼 可能我是一顆殘味 那不是應該好 明白 好 下一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題目 你選擇阿蠢還是阿王 我兩個都選 你不能這樣選 你不能這樣選 你不能偏心 是吧 牠們是最敏感的 你一定不可以偏心 所以 這條真的很難 好吧 就讓你兩個都選 你不可以 如果偏心 對方會不開心 我以為貓會好一點 你不理我 好吧 我不理你 不是 牠有很多心事 那些貓不同狗 狗 你甚麼都看完 你貓牠自己 好像心有千千結 你要猜牠的 我們剛剛玩完這個分文發答 接下來是好書分享 知道今天 骨頭老師帶了兩本書 跟我們分享 你會先介紹哪一本 我先介紹 我先介紹戲劇那一本 好嗎 這本是叫做表演的藝術 這本是很舊的 已經被我看得慘了 作者 中文名叫做 斯特拉阿德勒的22堂表演科 為甚麼我介紹戲劇書呢 因為近年 我經常覺得很多年輕朋友都很喜歡做戲 很喜歡表演 不論舞台或電視都很喜歡 電影也很喜歡表演 譬如我在香港拍戲 有些年輕人很多時候問我有關演技的問題 我會跟他們分享 有時他們問我問題 我會說糟了 雖然我可以跟他們有些經驗 可以跟他們分享 但如果問到很深入的時候 我有沒有答流 答錯呢 有時我會教班 糟了 有沒有教過流 有時都要看參考 看這些書 可以令我溫故知新 有時很多原來以為很基本的東西 看這些書 才想起 原來基本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光雄老師你都計劃了一些東西 有的 有的 因為我看到一些很重要的金句 對我很有用和感受 我會畫下的 其中我想有些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東西 他有一段寫的 我覺得我自己感受很深的 他這樣說 他說 當你站在舞台上的時候 必須有一種要向全世界發表演說的感覺 你所說的一切是如此重要 整個世界都必須聆聽 這段東西其實我自己的感受很深 因為他其實說的意思有兩重 第一重就是我們做舞台劇 也好 在電影也好 我們說話 我們是要有一個能力的 我們好像向全世界演說 有一種叫莊嚴 尊嚴的感覺 不是很隨便說出來的 第二樣更加打動我 是我自己聯想的 就是說原來我們不是很多機會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向全世界發表你的演說 或者分享你的人生觀 分享你的感情 分享你的喜怒哀樂 這個機會是很難得很難得的 所以我自己跟自己說 我每做一齣戲 或者每講一個對白 這件事都很重要 不要輕率過去 讓我有這樣的感覺 這本書給我這句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戲 或者已經有些朋友在做戲的話 覺得這句話真的可以很有用 給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作者原來是大有來頭的 他是在美國那裡 50年代教表演的 學生曾經馬龍伯蘭道 推薦這本書 因為馬龍伯蘭道是學生 你知道馬龍伯蘭道嗎 是他的學生 是他的學生 所以這個作者 就是這個 你看他的樣子 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他人 很有力的 近這五年開始 其實科技都很發達 大家可能透過科技 都可以有一個表演 不是說 像剛才郭彤老師所說 你站在台上可能很難 但文字也好 科技也好 都可以做到類似的事情 你覺得透過這本書 關於創作和科技上 又如何推動到新一代 其實這本書 都是講表演 剛才你所說 除了表演藝術 之外 是另外一些藝術形式 來表達自己 例如畫畫也好 拍片也是表演 文字 都是表達自己的看法 或者一些對世界的感覺 對社會的感覺 或者自我內心去挖掘 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一理統伯理明 我覺得全部都有關聯 因為這本書是講演員 畫家 你用畫筆 來 規劃 很多不同的色彩 演奏格 用樂器 演奏不同的 傳律 演員是甚麼呢 演員是他自己 用自己 跟道理一樣 但是他用自己 他自己是甚麼 他用他的身體 用他的聲音 用他的感情 用他的人生觀 用他的內涵 用他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用他人生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來創作 其實是殊途同歸的 不過手法不同 所以我覺得全部都是通到的 所有藝術創作的都能通到 是吧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句話 意思是這樣的 譬如我們做一些角色 譬如你做一個 叫做王子復仇記 哈姆雷特的角色 你完全不知道一個貴族是怎樣的 你完全不理解那件事 其實你只知道甚麼 只知道這間公司 我自己的公司做事的行為是怎樣 他只知道這些 他就用了自己的感覺 當然 他就用了自己的感覺 去做王子復仇記 結果 當然不像 但是他就說 這個是我的處理 當然 你用自己最真實的感覺去處理 因為你未達到那個境界去明白 原來這個哈姆雷特的文化配景 你接近不到 但是你要做 你一定要用自己的特質去做 對不對 用自己的特質去做是對的 但是 你不可以因為你自己的不足 而矮化了角色 明白 明白 如果你做一個這樣的角色 你一定要增加自己的體驗 增加自己的內涵 增加自己的角色 讓你自己可以勉強接觸到 這個角色 稍為這個角色內心的事 你才可以做 所以這就是我所說的 不是只說 我體會不到 我就是這樣做 我是這樣的 不是 你要用自己的接近角色 私底下就是這樣問 君豪哥 你會怎樣去試一下 但是接觸到一些 你根本未必可以是 過到他生活的角色 明白 就是喪發千奇百怪 是嗎 任你檢查 總之你無所不用其極 你一定要接近他 尤其是對於陌生的角色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要做一個上海人 但是那時候 我上海我都沒有去過 因為我完全沒有去過上海 我也不知道是否是上海人 真的不知道 我唯有 我就走了去上海 住在一個民居 住在平民居 跟阿叔吹吹吹吹吹 留下空間說說說說 走到周圍 然後探訪以前上海的人 跟他們聊天 在那個地方 體驗一下那個地方的生活 起碼體驗了兩個月 我真的不一樣 感覺完全實在了 你告訴我 這件事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潛移默化的東西 當你慢慢在這裏 不要說是 我要迫自己去做什麼 而是慢慢體驗這件事 體驗這件事 體驗這件事 它自然會累積到某一些東西 所以體驗生活是很重要的 還有看各方面的資料 明查暗訪拜訪的人 一定有幫助 如果你是很陌生 角色對你來說 如果你想做好它 沒有辦法 這是被迫的 一定要做的 好 我們解釋完這本書之後 我們就到下一本了 為什麼又會帶這本書 因為這個作者的書 你真的都有不少的 我也有的 沒錯 劉爾昌 這個走圖 為什麼最後會選走圖 為什麼呢 你YouTube片裏面 也有其他都是劉爾昌的作品 因為走圖最初那篇很聽 讀出來 很好聽的 這本很有趣 這本書其實是六十年代的 劉先生是上海人 他是上海性愛案大學畢業的 解放前 解放後 他來了香港 所謂的藍來文人 他的根其實是在上海的 但是他在香港發展他的文學 他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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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寫的 其實一個簽名寫的 很厲害 但是這本書 他曾經說過 我這麼多年寫的東西 我一直都是娛樂人 沒錯 但是他寫這本書 這次我要娛樂一下自己 所以他寫了走圖 走圖 我覺得他沒有說了 我覺得他應該寫 有一點關於自己的 是一個藍來文人來到香港 是由那種心境 為什麼我推薦這本書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的手法 就是他的序事方式 那時候在六十年代 但他已經用了意識流的手法去寫 所以我就推薦這本書 介紹這本書給大家 還有沒有辦法 讀一讀 很好聽 你這樣聽他的文字已經很好聽了 生手的感情有逢落雨天 思想在煙圈裡觸迷藏 推開槍 魚滴在槍外的樹枝上撒眼 魚 像舞蹈者的腳步 從葉反常滑落 扭開收音機 突然傳來上帝的聲音 我知道我應該出去走走了 很厲害 很有感覺 但他不寫實 他寫 象徵 他寫那個人 內心意識的轉換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所以很浪漫 他有另一句也很浪漫 他說愛情發炎 我要喝酒液 我想一想 他在這裏都很好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很浪漫 思想又在煙圈裡觸迷藏 煙圈隨風而逝 屋局的空間 放逐一瓶憂鬱 和一方塊空氣 兩杯白蘭底 中間開始了牛屍的錢 所以我推薦給大家 明白 走途這本書 和剛才你介紹的那本書 和你最感激的人有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因為我感激的人就是鍾景輝先生 鍾景輝博士 我覺得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第一批接受專業學院派 戲劇學院的訓練 這件事就是鍾景輝博士開頭出來的 除了演藥學院之外 之前他還有 他在美國耶樂大學回來的時候 還有電視台訓練班 他在什麼都沒有本土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了系統的戲劇教育訓練 而教育不是普通業餘人 他教育是把專業演員訓練出來 他是功不可沒 劇壇發展到現在 不能缺少一個人 尤其是他在耶樂大學畢業的時候 回到香港 他又將很多 以前香港那個年代 還沒看過什麼翻譯劇 什麼都沒有 或者荒誕劇 在外國最潮流的劇 他帶回來香港 翻譯給香港的觀眾看 當然現在的劇是舊的 但是那時候 我告訴你 King Sir就是行先的時代一步 跟劉先生在六十年代 用意識流的手法來書寫 都一樣 行前一步 很重要 這一步 他教我們 都是這樣 他上課跟我們說 你們做戲也好 你們創作也好 一定要行先觀眾一步 行先時代一步 但是千萬不要太大步 觀眾不明白 他很實際 他走前一點 如果太多追不到 觀眾 但是他是走前一步 明白 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對於我們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兩位 劉先生和King Sir呢 我覺得我們 尤其是我們 我們年輕人 或者我 我們創作 我們看東西 可能我自己看現在 不要只看現在 因為只看現在 你們吃虧了 為什麼 之前已經有很多人 很多高手 奠定了某些東西 他有很多基礎 是嗎 那些東西 你順手黏來 就可以拿到袋子 所以我覺得 除了我們放眼現在 或者放眼未來 我們還要看過去 究竟 我們這個地方 過去有些什麼 我們建立了些什麼 不要有它流失 很可惜 很大浪 因為他們已經建立了很多東西 好像King Sir 或者再之前有很多 在戲劇上的工作者 究竟他們 你們不知道也好 你可以去查一下 問一下 究竟有什麼戲 他創作什麼戲 他的出現 令你香港有什麼變化 這些對你很有用 還有這些是免費的 因為他已經做出來 不錯 你讓我想起一句說話 我聽過前輩說 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膊上 能夠看得更加圓的風景 其實以往的人的作品 就好像巨人一樣 我們可以看得到更加圓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承上啟下的作用 去感受以往的人做過的作品 然後開創自己一個 走前人少少的一步 對 那就是 其實比較積極 你這麼多東西不要 那你怎麼辦 沒錯 那像是前人中暑 後人性 你不要說得那麼慘 前人都可以的 他不只是中暑 意思是 除了享受別人重落的東西 如何再把這東西傳承下去 其實就是一代接一代 我覺得我很多人幫了我 或者很多人教過我的東西 或者我自己的經驗 某些東西 可能現在年輕人沒經歷過 那我也很想把我自己的東西 跟他們分享 因為有些東西大家不知道 是不是 或者有些經驗 只有經驗過的人才知道 是不是 就是你們沒經驗過不知道 那可以分享出來 那大家就知道 是不是 那一代傳一代才有積累 是不是 這個積累才會發展 如果不是 不只是一代人搞的這些東西 當然 一代接一代 現在這一代 為主年輕人是做一些事情 對的 年輕人不斷地做的 對的 是要發揮你的創意 因為你的創意最豐富的時候 但是 不只是你們做的 你要吸收很多東西 才可以積累到更加厚的東西 你積累了那麼多 再傳給別人 那個東西本身會再多一點 是不是 不只是你自己的創作 而是 那個東西本身的成全 你再積累多一點 再積累多一點 這樣才能站得住腳 如果不是 一代做完 沒有了 下一代又重新開始 沒有了 永遠都是這樣 就很斷層 那你一代人的能力是做那麼多 那你要一代一代的積累才會多 對的 要跌加的 要不是你人 這一代我是這麼多 那我一代我也做那麼多 如果你不跌加 是一樣的 King Sir當年在演藝學院的第一堂裡 就分享了四個D 分別是Drive 動力 Discipline 自律 Dedication 奉獻 你好 你說吧 好 我再說一次 分別是Drive 動力 動力 還有呢 然後 我幫你拿一下 有程序 Discipline 自律 還有第三個 Dedication 奉獻 以及 Deligency 勤奮 勤奮 這四個D 就是藝學院 戲劇學院 最早的三幾屆 全部都認識的 你問他們 黃秋生 張達明 全部都認識的 潘燦良 蘇玉華 你問他們 那 君濤老師 你覺得四方面 對你來說 最難是哪一方面呢 老實說 不可以說難 難是永遠做不到的 你覺得難 其實你有問題 要逼自己很艱難做到的 你就糟糕了 為了我要很努力 但我很痛苦 做到 我覺得不好 而是你很喜歡那件事 你不覺得痛苦 其實他提醒我們 其實我們有的 他提醒我們 用四個D 很簡單的 讓我記住 你一定要這樣 如果你沒有 你很痛苦 做到 你是做不到的 我想問一下四個D 我覺得 一定有一個 最大的基礎 你覺得誰 可以成為最大的基礎 你沒有分甚麼 你不能這樣分 其實他只是這樣說 你沒有說誰是大小的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當我動力是最大的時候 我做所有事情 就支撐力 都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說 你又對又對 你不是覺得錯 動力來說 你一個人很喜歡 最重要是你一個人喜歡 你喜歡到 才有動力 如果不是你說 你堅持不了那麼久 如果你不喜歡 所以這個才是動力 什麼動力 你不可以一時 三分鐘熱度 那你就要自律 Kings還在發揮 他經常說 你的工作不是只是演戲 因為工作 你最大部分時間 都在等 等是你的工作 你不要以為等不是 以為自己 只一邊演戲就是演員 不是 等也是演員 但你等的時候 要做甚麼問題 如果等找到甚麼都不做 那就糟了 所以一定要自律 你等的時候 怎樣去進修自己 怎樣去豐富自己 增加自己的內涵 你內涵增加 你演戲自然好些 就是這個意思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那你要奉獻 你奉獻 你奉獻身心的感覺 你才能做到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是很辛苦的 其實客觀來說 也都是很… 你做一個角色 或者做一個戲 你會不停地想它 其實你所有時間都在那裡 如果你沒有奉獻的精神 你覺得你不會這樣做 他就奉獻 勤奮 一定要勤力 今次台詞背不到 下次再背歌 不停地背 背到好位置 簡單來說 當然不只是背台詞 當然是 不要懶得下來 即是… 那個人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四個D King Sir教我 我就教給你們 你跟著教給下一代 作為班長 我們倆都問了不少的問題 我知道我們的同學仔 也有些問題 是想問君豪老師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我先給你四個D 這個時間 不如讓我們的同學仔 舉手可以發問一下你們的問題 我知道了 我也想問 到你這個階段 你覺得怎樣演戲 或者怎樣選擇 你覺得滿足 例如你會覺得 做到什麼角色 或者拍到什麼對手 會令你覺得 做到這個戲就滿足了 我個人很貪心 我每一次都想滿足 每一次我接了一個新戲 我都想這個戲滿足 譬如一個新戲 我找到這戲很興奮 我真的很想做 另外一個戲 又接了另一個戲 這個戲也很好玩 我又想做 其實我沒有一個特定的 特定角色 特定對手 我想跟他合作 我不是很強調這件事 反而我強調的是 我希望的是什麼 我希望是一個團隊很好的 大家互相一個很好的氣氛 都創作 互相一個碰撞 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我想問你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那個緊張的心情 你是怎樣去解決 是的 我做雷宇是第一個 那時候是中學生 其實那時候我真的沒有緊張 所以我覺得自己有天分 我沒有緊張 我反而興奮 而且我頭腦很清醒 不是認真是真的 我頭腦很清醒 我很開心 他要做 我要做戲 就去做吧 你知道 我都說過 出錯 本來我們擺了姿勢在那裡 擺了姿勢在那裡 一出場 本來一開始 就打算 那個幕就掉下來 就是那個幕關起來 然後關上 關燈 開幕 再開燈 個人立刻暈倒 過程是這樣的 誰知道是中學生的 經常出錯 那些人都準備完了 我們全部都準備完了 關燈 然後開燈 然後開幕 反了 本來 一開幕 然後才開燈 怎麼知道開燈 然後開幕 糟了 不懂得反應 那我全部都定格在那裡 動不動 定格在那裡 不是辦法 你在台上面 難堪的東西 兩秒鐘 你覺得他十年 那我 糟了 幸好 我靈體一足 在旁邊 跟那個女同學 快點暈倒 快點暈倒 我提醒他 那他 對 暈倒 不然 我們站一輩子 不動 敵不動 我不動 那怎麼辦 真的 很感謝 君濤老師今天來到這裡 跟我們分享他的經歷 亦都分享他的一些好書推介 希望大家可以從中都帶到一些東西到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CLS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再一次多謝君濤老師 謝謝 希望大家可以 在大銀幕也好 在舞台也好 再繼續見到你有更多的好作品 還有好角色 跟我們分享 多謝 今天我們下集見同學 謝謝 拜拜 Dismiss Goodbye,Cath Goodbye and thank you 君濤老師 拜拜 拜拜 即刻comment like,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的M21 和按住小鈴 啦